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从手向学的角度来讲 从指纹的类型,指甲的形状,纹路,掌纹 这些特点都能够判断出一个人的事业是否成功 看哪些人容易因为意志力不坚定,感情用事 或者是身体状况不佳而事业难成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一个就是无名指跟小指 他为奇形 无名指跟小指为奇形 他这种人的脾气比较暴躁 意志力比较薄弱,做事不能持之以恒 遇到挫折就是容易放弃 这种人是容易失败的 还有就是指甲呈背壳形 指甲前端呢,当然这个没有指甲的图片 指甲的前端比较宽 前端很宽 而且呢,这个到了尾端呢 它比较窄 这种前端比较宽 跟背壳一样 那么这种人呢,不能吃苦 喜欢享受 只要稍微受一点苦,受点累 就会怨气十足 或者是压力稍大一点的 就会心情抑郁 精神呢,萎靡做事呢 很难有成功 比较容易失败 那么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命运线在感情线呢 就是他的事业线 到感情线这儿 就停住了 这个事业线呢 掌管着人的事业成败 命运线以清晰、深长 非常的直为家 假如说 这个自首长底部 砍弓的位置一直延伸到中指 或者是无名指的下方 这个期间没有什么障碍线穿过 那么事业上是很有大的可能会成就 这个能够成功 假如说命运线在感情线 这个地方就停住了 其实就会因为感情而不顾一切 容易为了感情而放弃自己的事业 人生招致重大的失败 那么还有就是健康线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失败的原因 跟身体也有关系 健康线断断续续 健康线是起自首腕线 并且穿过月秋 到火星平原这个地方 那么一直向水星丘延伸 也是 也有一些健康线是 起自于生命线这个地方 往月秋方面延伸 一直到水星丘 那么这种健康线呢 可以了解一个人体力是否充分 身体机能是否健全 是否疾病有发生 比如说健康线清晰深长 成一条直线 中间没有什么断裂 没有什么凌乱 表示此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并没有什么机灵发生 而假如说健康线断断续续的话 表示此人呢 身体衰弱 精力欠佳 常常因为身体生病 而影响工作 做事呢 是容易失败 好了 有关这个 一些 这个难得成功的一些文路啊 就分享到这里 像这个就有 比较明显的健康线 这种健康线 往水星丘走 从手掌的底部 开始延伸延伸到水盈秋 那么这里还是天上全集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